一名來自北部的遊客帶著寶貝毛小孩到台東池上Long Day 而活潑好動的狗狗呢 不小心掉到深度三四米深的大水塵裡頭 四組交集報警求助 警方向附近居民借來長梯和四組伸入水塵底下 一面安撫狗狗情緒還把狗給抱起來 完成這一場狗狗搶救大作戰 警方愛家戶借梯子好不容易在一位熱心的老伯家中借到長度足夠的梯子 準備展開一場搶救狗狗大作戰 一名來自北部的女性遊客 因為嚮往淳樸寧靜的鄉村生活 寒假期間帶著小黃愛犬Joy來到台東池上香Long Stay 與四組一如往常在傍晚時分 帶著愛犬出門散步放風 這當四組還在享受愜意時光時 遠處傳來了愛犬急促的求救聲 四組尋身找到了狗狗 但卻被困在深達三到四米的水塵內 受到驚嚇的狗兒不停吠叫 獲報道場的遠景靈機一動 向附近居民借來了長梯 與四組沿著梯子雙雙深入水塵底下 一面安撫狗狗情緒一面將牠抱起 大好大好感謝你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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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完全就好了 你叫我回家的東西 我只抓一間而已 順利回到地面 女四組頻頻向借梯子的老伯和警方道謝 甚至一度差點落淚 老先生親切回應 這是救人應該的啦 讓人看見台東最溫馨的人情味 謝謝夏嘉惠 池上相報導 你叫起來啦 對啊 謝謝你